花莲县新城乡北浦生活圈都市计划道路新辟工程开工 执行热闹的祈福动土典礼 由县长徐真卫、乡长何丽、台议员邱光明 以及各与会贵宾共同进行动土仪式 相信也感谢县长徐真卫以及各相关单位积极推动 让新城乡各项建设都能圆满完成 现在徐真卫表示新辟道路工程未来将改善交通 代表着地方进步以及繁荣 为了让乡亲行驶的便利 行的友善、行的安全、权力支持 现在乡公所也是首次补助高达99.6%的配合款 在县乡团结之下 让花莲更好、更永续、也祝福工程顺利 19线每一年无论是节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常常 我们的道路车辆非常的拥挤 这也是成为我们从这个新城 我们的这个台九县从北到南新城的一个替代道路 我想这对我们的新城乡的居民是很重要的 一个形的方电、形的友善、形的便利 所以这也是花莲县政府有史以来 在配合款里面补助99.6% 99.6% 所以这我想 因为这个新城乡自己出点还是应该的 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我们真的很开心能看到一条新地道路的完成 的开始动工新建 完成大概要在300多个工作天 大概明年也会完成 那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让花莲更好更有序 新城乡长何理台表示 新城乡是花莲县的国际门户 民国95年的时候 时任乡长知识就积极规划这条便利道路 并且在95年提计划送到县政府 有时任立委副昆起权力支持 将此案送到县府中央云建署都市计划局 并且全力支持让这条道路来完成 今天礼台非常非常的感性的要谢谢大家 新城乡跟花莲县政府 极力的来推动来建设我们的新城乡 县乡一起合作一起来打拼 后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还未完成 我在那边希望我们的乡亲给习县长给何理台 再多一点时间 再为我们新城乡共同来打拼 让我们所有期待地方建设社会福利的乡亲们 都能够圆满来如梦好不好 好 未来的日子绝对全力来配合花莲县政府 在整个地方的建设福利方面 绝对能够让我们的乡亲能够怎么样 梦能够来演梦 所有的规划 县长有规划 何理台也有很多的很多的规划 规划完之后 需要时间来让我们来推动 来进行 来让各位乡亲 能够怎么样 齐齐音音相期待的 一些地方的建设 都能够来给他如期的完成 这次的所有工程的建设当中 要谢谢代表会 全体的代表 在代表会公所送预算的时候 前述来给我们通过 让我们在地方各项的建设 都能够如期来进行 建议这条道路开辟完成 可提供用路人便宜的交通网路 并且能够改善周边环境 这正是新产商 这几年来迅速发展建设 大要件的重要因素 因此将新批道路 将取名为持恩路 感谢慈悲恩慈地方福气 帮助地方建设所有的散心人士 现在将北谱生活圈 都市计划道路新批工程 将新批一条到 花莲机场 5号自安全宿舍的道路 期盼能够疏解 家里一路到家里四路 6个交通号自的等待时间 让车辆通行顺畅 以疏解周边的车流 记得 reveal 这样 transforming 公務银 帮忙